大家好 很多时候呢 我们做字母的话会用到剪映这个软件 那么比如说我这个视频的话是二三分十一秒的 然后我添加到轨道上去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哎 我们做字母的话 比如点文本 然后点识别字母也是可以的 他这样会识别 但是识别之后呢会有很多错误 那如果说其实有很长视频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呢会有文案 那这个文案的话可以去匹配 比如说这边点文稿匹配 然后点开始匹配 那么把文字输入进去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文字脚本内容是这些啊 这个整理的很多东西啊 所以说呢 我把这些东西放进去啊 放进去的话 我复制进去之后啊 他这边就超标了啊 就是他最多只能识别5000字啊 你这边没法按钮了 他这边有建议啊 把句号碳号问号等去掉 但是去掉的话好像也很难 建议一具鱼航无标点符号 那如果说去改的话 这个改动的话会造成很多时间浪费是吧 那今天的话就讲这个 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并且要导出这个字母 但是变成srt的文件 那么首先的话 其实有个办法就是切割啊 切割一下 但切割的话 最好找中要点 比如说啊 最好一半的位置最好 是吧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已经快结束了啊 就是一个分段嘛 相当于分章节 好 这个是个分章节地方 这个地方呢 不出现任何的语音 然后是7分35秒00 然后我用切割切割一下 好 把这个先删除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点文稿匹配 那把相应的文稿放复制进去 因为刚才的话 我到哈萨克斯坦为止 然后点开始匹配 他就开始匹配了 好了 那么我们的文稿匹配完成了之后呢 我这边的话 字幕可以修改一下 比如说把全部选中 然后点这个里面是白色的 外面是黑色的 这样描边一下 哎 这样就好了啊 然后再最好检查一下 这个文稿匹配有没有错误 有些时候呢 他会错误 那大部分时候呢 还是比较对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可以导出来啊 导出 哎导出这个视频也把它导出来啊 然后呢 字幕导出这个和视频导出的话 两个勾选 然后点导出 好了 我现在导出第一部分了 然后点关闭 然后按住Ctrl这一键 撤销啊 他第一个撤销的话 是撤销这个字幕的样式选择 然后我再点撤销 Ctrl这一键 好了 然后我再点撤销 好 我就回到原样了 然后把这第一部分删掉 是吧 这样的话回去了 然后呢 我再点文稿匹配 然后再把剩下的文稿 复制进来 好 复制进来之后 刚好是满足5000字以内的 然后点匹配 再次匹配一下 但是这个不是最关键的 难的部分 最难的部分 是把第一部分的SRT文件 和第二部分的SRT文件 合并起来 好了 第二部分也完成了 然后把它缩小一下 然后圈中 再把样式改一下 那么这么多字幕的话 样式改的话 它便有点卡 那么最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不要点别东西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再导出 导出第二部分 也是一样选择视频导出 和字幕导出 这边是一一是吧 不管它了 反正就第二部分了 好 等到第二部分导出完成 好了 那么第二部分的话也完成了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要把它拼接起来 因为它里面是有内签字幕的 好 拼接的话很简单 重新再打开这个剪映 然后把这个第一部分放第一个 然后第二部分放后面 就可以拼接成功了 好 我们来看看是否拼接成功啊 然后比如说我这样滑过来 看这个字了 是吧 有字幕的对吧 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 但是很多时候呢 他很多人的话 既要有内签字幕 也要有外签字幕 是吧 那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弄呢 哎 我这个时候呢 就比较难了 那么导出的两个文件夹 是分别是这两个文件夹 里面的话 分别有两个srt的文件 然后我现在打它打开 最好呢 是用notepi的plusplus打开 好了 我现在打开了 这两个文件打开了 但是呢 大家看见没有 都是从00分开始 是不是00分开始 这样的话会有问题 第一个的话还好一些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到什么时候的时间轴啊 7分34秒 然后呢 我们要把它从这里开始 7分34秒开始啊 然后我们想找办法继续回到检印 好 我回到这个检印这个原来拼接的地方 然后把这个给删除 只保留第二部分 刚才第一部分的话7分35秒 然后我这边导入这个字幕的话 先可以缓缓啊 然后我可以现在第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可以把它定格 这个操作很重要 那么在定格之前的话 我还是把字幕给它先导入啊 本地字幕 srt文件导入来再说 然后前面再给它加好 好 我导入本地字幕了 srt之前导出过的啊 然后呢 这边的话它就有字幕了 对吧 你看两个都是匹配的 那么要把它拉过来 是不是 拉过来的话 往后面拉啊 你看拉不动啊 是吧 好 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操作 然后我把它这个时间轴拉到最前面 这边有个定格 点一下好 这边出一个一个格子啊 然后把这个定格拉拉拉拉拉拉 是吧 然后呢 拉到7分35秒啊 这样的话 手动调整一下 如果说调整不好的话 可以把它放大一些 再调整 好了 我这边刚好是7分35秒00 然后呢 这边字幕加上去了 对吧 这个时候的话 好 然后我再把第一个字幕导进来 好了 我把第一个字幕导进来之后呢 那你看这样的话 他们就拼合起来了 好 这样的话 我就把两个srt文件 拼合在一个上呢 这样的话就方便了 然后呢 我再把导出啊 指定导出字幕 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 字幕在这里 然后打开 打开时候这样 是这样子的啊 从一开始 然后这样全部连接上去了啊 时间也高好了 对吧 啊 看看总时间二多分钟啊 对吧 二多分钟 五百多条 对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你看看总条数 核对一下 因为有些时候字幕 还是会出错 最好做的时候呢 啊 核对下字幕 虽然说文稿匹配的话 准确率非常高的 201条 326条 526条 那对了啊 那他从一开算的嘛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讲在了这里吧 字幕装有关